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的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先凤鸣剧团的历史 先凤鸣是成立于1956年 由尹者任劍辉和先者白雪仙所创立 后来他们还要得靓翅伯和梁醒波 分别担任母生与丑生的职位 后来更邀请到唐狄生参加做剧团的剧务主任 可惜唐狄生在1959年 当先凤鸣第八届上演再细红梅记的时候 就不幸爆血管抢救无效细细 先凤鸣第八届后就停演了两年 同时任伯更有退休的意思 后来第九届演出的剧目《白蛇伸传》 就是唐狄生生前准备了很久的剧目 任伯将它以搜集的资料交给当时九位编剧家 重新整理再完成这个工作 接下来和大家详细分享先凤鸣的大事回顾 1956年6月18日 第一届先凤鸣在利母台开罗首演 公演唐狄生新篇的名剧《红楼梦》 全剧五小时分为六场十二幕 演员包括任劍辉飞飾演《贾宝玉》 《白雪仙》飾演《林代玉》 《梁醒波》《凤凰女》《苏兆堂》 《陈好球》《白龙珠》《英丽莉》和《李学优》等等 第一晚节目更由香港电台和《丽的风诗》《丽的呼声传》 同时转播 《红楼梦》一年十六晚上演到7月3日 接下来7月4日便换演一部新剧《唐伯虎点秋香》 唐伯虎点秋香当时的回目 包括《琴挑》、《路过》、《苗玉》、《追咒》、《投靠》、《盆秋》、《苗蓉》、《文善》、《点秋》等 演员包括 演员包括 任劍辉飾演唐伯虎 白雪仙飾演秋香 梁醒波 先诗米田共 先诗米田共 后诗华文 梅耳飾演竹秀丰 鳳凰女飾演彩莲 白龙珠飾演华老夫人 蘇绍堂飾演华母 陈好头 陈好头飾演陶陶 英丽莉飾演春香等等 7月9日起 移思九龙东乐器院 连续七天公演《红楼梦》和《唐伯虎》点秋香 接着是1956年11月19日 第二届先凤鸣开罗 剧团就在利舞台上演《卯丹亭惊》 全剧有五小时长 分为九场 分别是《游园惊梦》、《写真》、《云游》、《十画》、《幽枭》、《回生》、《探亲》、《会母》、《烤园》、《原嫁》 《二帮花旦》由这一届开始改用任兵仪 演员包括任劍辉飾演柳梦梅 白雪仙飾演杜丽梁 梁省波飾演陈醉梁 梁池白雪仙飾演杜堡 任兵仪飾演春香 白龙珠飾演杜夫人 蘇绍堂飾演春香梅春林 英丽莉莉飾演超羊女 朱绍波飾演杜安 陈铁线飾演石杜姑等等 香港电台和《丽的呼声》 转播首两晚演出 其后换演川金宝线 演员亦包括任劍辉飾演郭炎章 白雪仙飾演呂超华 同年12月10日移施九龙东乐器院 连续演作《十天》 接着轮到第三届先凤鸣 第三届先凤鸣在1957年1月开落 劇团在九龙东乐器院 想演《蝶影红梨记》 演员包括任劍辉飾演赵宇舟 白雪仙飾演謝素秋 之后演员蝶影红梨记 换演《花田八喜》 演员包括任劍辉飾演变姬 白雪仙飾演刘月英 接着是第四届先凤鸣 第四届先凤鸣在1957年6月开落 劇团就在六月初的端午节前后 就在利舞台开始上演 由唐迪生篇赚的新剧《帝女花》 演员就包括任劍辉飾演周世显 《白雪仙》飾演长平公主 《梁醒波》飾演周中 《梁翅伯》飾演崇禁 《任兵仪》飾演周瑞兰 《苏绍堂》飾演周宝伦 《白龙珠》《英丽莉》《陈铁善》等 这届做到6月24日 移司九龙东乐器院 后来做到6月30日 因为任劍辉喉龙有事 因此做到6月30日 就暂停演出 好 今日分享《仙凤鸣》名剧团的历史 分享点这里暂时高一段落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仙凤鸣》名剧团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 阿N与阿Lian 频道 拜拜